12月12日,南京多索高校举行烛光祭,诵读和平宣言和放飞和平歌等活动,悼念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祈愿世界和平 晚上6点钟左右,纪念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系列活动之烛光祭在东南大学举行 百余名师生代表手捧烛光,低头莫哀,寄托对82年前惨遭清华日军杀戮30万同胞的哀思之情 我们把烛光摆成和平歌的形状来表达对遇难者同胞的同情和哀悼,期待世界和平 我们用烛光是表达对逝者的一种哀思,也是对和平的一种祈愿 记者在现场看到,活动参与者依次向南京大屠杀死难者敬献菊花,祈求逝者安息,立志生者坚强 据悉,本次烛光祭活动是1937-1937东南大学第11届纪念南京大屠杀 遇难同胞系列活动之一 当天,勿望国耻珍爱和平国家公祭日悼念活动也在南京师范大学先林校区举行 近400名师生代表共同重温历史,悼念遇难同胞